3月5號 中共衛生健康委員會發通知 決定追受李文亮、劉志明等34名染疫過世者 疫情防控工作先進個人稱號 李文亮是武漢中心醫院眼科醫師 因為在同學群提醒有疫情出現 被警方以散布謠言為有訓誡 疫情爆發後 人們稱他為吹哨人 2月6號 李文亮因染疫過世 引爆巨大名分 中共聲稱派出的調查組調查李文亮事件 但至今沒有結果 而警方對他散播謠言的指控也沒有正式取消 如今 中共宣布授予李文亮先進個人稱號 但網民不買帳 大陸網友宋先生說 人死了 然後給死者追加一個稱號 專制制度下總這樣 但大家希望當局道歉和追究相關人的責任 大陸網友蘇先生認為 李文亮生前被訓誡 死後追受先進人物 這是一種諷刺 大陸網友胡先生認為 當局想用這種方式 把李文亮事件草草收場 但大家都在等調查結果 李文亮生前接受採訪時說 他當時不是傳謠 只是在提醒大家注意防範 如果當時大家都重視這個事情 或許不會有今天的疫情爆發 新台南記者雄斌李韻舒燦採訪報導 李有精神電 мал的回應 隨意嘗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